微软公布截止2019年6月30日的2019财年第四季度业绩,不出意外,营收和EPS双双超预期。 值得关注的是,商业云业务,Commercial Cloud,季度收入达110亿美元,同比增长39%,这是微软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商业季度。 智能云业务部门,Intelligent Cloud,第四季度收入113.9亿美元,同比增长21%收次超过生产力与业务流程部门,Road Activity and Business Processes,成为微软三大事业部中收入最高的部门,这象征微软云业务转型的里程碑。 微软第四财季总收入337亿美元,远超预期的327.8亿美元,且每一个业务都超预期。 在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,微软的收入成本增速却在下降,第四季度收入成本104.1美元,较去年同期的97.4亿美元,仅增长6.9%,低于总收入增速12%,实现了毛利率和经营利润大幅增长。 Gaap净利润,132亿美元,同比大涨49%。当即净利润包含了税收优惠26亿美元,即便扣除一次性税收优惠下,Gaap净利润也过100亿美元,同比增长20%。 TIGR投研团队预计,随着云业务效率提升,未来微软利润率还将进一步提升。 曾经Windows加Office组合是微软帝国最深的护城河,千番利尽之后,ASHA出现使微软云业务,释放万丈光芒。 第四季财季,ASHA收入同比增长64%,却是ASHA过去4年最慢的季度增速。 此前公司已经给予一定放缓预期,不是需求衰减,主要由于集基数规模不断扩大。 2018年收入257亿美元的亚马逊,AWS服务上季度增速为41%。 根据Canalys Cloud Channels Analysis研究数据显示,在日历年2018年ASHA市场份额16.8%,虽然较2017年提升了3.5基点,但跟AWS仍有较大差距。 Azure不是微软云的全部。云计算主要分为三类,IaaS基础设施及服务,PaaS平台及服务,SaaS软件及服务,在IaaS领域,AWS当之无愧的老大。 但微软云横跨IaaS、PaaS、SaaS三大云服务模式的厂商,在整体云业务收入上处于领先地位。 从全球云服务的市场来看,SaaS市场的收入规模比IaaS和PaaS之和还大。 根据Synergy数据显示,微软凭借17%的市场份额在企业SaaS市场占有第一。 微软的商业云服务,Commercial Cloud,主要涵盖Office 365,Dynamics 365以及Azure公有云。 纳德拉也曾表示,微软在云业务上的成功过在于对三个领域的积极部署,而微软最终的任务,是让客户轻松跨越三个领域,充分使用人工智能的力量,产生有价值的数据。 财报显示,第四财季,微软商业云收入,达110亿美元,同比增长39%,毛利率稳定增长达至65%,商业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,也持续上升至33%。 商业化能力创新高,压倒混合云微软在2B业务中做得风生水起。得以于Office 365,Dynamics产品与Azure的结合,更加长久,安全,稳定。 以Azure2为,无缝整合Microsoft软件为特点,安全性更高,客户大多为大型企业,这里形成跟AWS的差异化,AWS是客户导向型,产品包容性高,客户大中小企业都有。 财报显示Office 365商业版当季销售大涨31%,Dynamic产品线的核心Dynamic 365销售大涨45%,都验证着微软这一组合前的成功。 纳德拉多次表示,微软未来的愿景,是覆盖企业更多云计算需求,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。 在Bloomberg最近对微软渠道商做的问卷调查中,渠道商透露Azure与AWS相比,能赢得90%的3000万、4000万美元以上的大订单,正如本周前些时候微软云业务,拿下了超过20亿美元的APT大订单,而AWS拿下的订单,更多集中于中小企业。 老虎证券投研团队通过财报发现,微软第四季度商业低延收入,Commercial Unearned Revenue,达到341亿美元。 低延收入相当于预收款,是指公司还未提供货物或服务,但是先收到钱了。 也就是说,当企业或者消费者订阅了下一年的Office 365等服务,公司现金增加,币延收入,属于负债增加,但还没有计入当季收入。 可以看作是一个先行指标,在可预见的未来微软云前景一片光明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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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